關於這個森林的轉向 如果你今天跟我說你是哪一台寶馬 哪一台冰刺 哪一台寶石 我可能我真的想不起來 因為畢竟 畢竟重複性太高了 每天都是在用這些車 所以一定會機不起來 好像我在酒店出桌 正常 你說我可能我上一次出哪一間 或是怎麼樣的 我一定想不起來 因為整個過程都很正常 但你問我說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張單被跑單 事情已經過兩年了 那些事情我被依 我就是依證人的部分被穿寬 因為那張單子裡面有一點問題 所以被穿上過去 檢察官就問我說 這個事情過兩年 你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很少會跑單 一模一樣的情況 你今天問我說 你是哪一台冰刺 哪一台寶馬 我真的想不起來 但是你今天跟我說你是森林的 我馬上就有印象了 或甚至你跟我說你是馬三 我也有印象 因為我很少去K到這種車 那我覺得你的用詞有點不適當 什麼叫做 前面完全沒有提到說你是哪一台車 你是一直在講 那個什麼有殘焦什麼的 後面你不然 因為我就在詢問哪一台車 不然你不然冒了一句就是說 這森林人 你應該沒那麼快忘記吧 就是你前面根本就沒有提到 你是哪一台車 好像我故意莊莊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你是森林人 我馬上就有印象了 我現在去找對話紀錄 我已經找不到了 因為私人的Line 我們個人的Line的訊息 是不會不見的 如果你都有備份 但是官方Line的訊息 他好像不知道過了半年還一年的時間 他的紀錄會不見 你要去翻一些比較舊的 舊的一些對話紀錄 他會變成全部都是空白的 那你明明知道說 你跟這個人你是有講過話的 但是他的內容會變成空白的 所以我現在找不到這個紀錄 那當時的情況就是 你貼了兩年 我記得很清楚 你這台車回來的次數 不超過兩次 這兩年的時間 你回來的次數不超過兩次 是森林人貼銀封面 沒意外是貼銀封面 好然後當時你不知道是 哪邊有去弄到 所以 所以你想要撕掉銅貼 但是當你在撕掉的過程 你就發現有一些問題 因為森林人的 潛寶的款式 他故意做得很複雜 這個就可以 剛好就可以去看我 我目前首頁第二部影片 就是GD43那部影片 我就講了 因為森林人的 他的那種燈角處 邊邊角的地方 你是原廠原漆的情況下 他也有機率會掉漆 我這邊也都還有一些 別的品牌的車 有 在貼的過程中 有發現類似的情況 我當時是有拍下來的 如果我要找 我是找得到的 可以去看一下 GD43那部影片 反正呢 要換 然後資料的部分 剛好有一些彎角的地方 他的那漆的附著力 就比較薄 我就講了 有些地方 你是原廠原漆的情況下 他是有一定的機率會掉漆的 好 所以當下 我也跟業務討論了 我記得我有把這個 對話紀錄傳給你看 業務就說 因為目前這個情況 我們也很難斷定說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印象中 我跟妳講 如果我們現在要判斷 那我們可能需要 把受傷的部分 可能例如葉子板 跟引擎蓋的部分 我們把它撕掉 我們才有辦法去 做後續的處理 那 但是這支錢保 因為妳講了 妳是去測到 妳已經受傷了 這支錢保已經 本來就是需要去 可能就是需要去送烤漆了 所以 這個時候 我們去 這個錢保的特案 妳這錢保已經受損了 妳需要去修復它了 所以 所以當下 當下我們就沒有去針對 去釐清說 到底是 每部分的問題 到底是 原期的問題 還是說是磨料的問題 所以 這些事情 到後面就是不聊聊 妳就不聊聊 因為妳原本還要由我這邊去送烤漆 但是 我印象中 妳那時候已經跟我講好 就是說好 那妳說妳要自己送過去 好 我跟烤漆的約好了 妳說那妳可能 下午幾天要送過去 但是後來 後來妳離開了 過了可能一個小時 妳跟我說 妳說 沒關係 妳先不過去 寧可要找妳那邊認識 什麼之類的 怎麼講 我覺得 我整個處理的流程 並沒有哪裡不妥 我跟業務的對話紀錄也有 那為什麼 後面 就像我講的 為什麼妳沒有去釐清到底什麼事情 因為 妳這支已經受傷了 妳是要去拷漆了 我印象中 我也跟你講了 我影片裡面也講 妳客人想要當天錢保 我都不建議 因為錢保我們本來就是把它 視作成一個消耗品 妳傷了妳的時間 妳是一定會受傷的 我印象中 妳那時候好像想要 跟我講妳想要重貼 但是我一樣是這樣給妳告知 我說 沒關係 我們就把錢保修復好就好了 畢竟現在也不是 原廠原期的情況 像妳現在貼了 其實妳之後再撕了 一樣會掉期 我也是跟你講說 不要再 就不要再把這個西弄皮 再貼回去了 我不認為我的處理 有哪邊不妥 那妳覺得 我有哪邊講不對 也歡迎妳 修正我 那如果是照我講的 那我是希望說麻煩 麻煩妳 不要避重救青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激烈的用詞 對啊 什麼叫做 我故意去忘記這件事情 就是說 妳應該沒那麼快忘吧 對啊 到時候幹真的要去找這個紀錄 如果真的找出來 我是覺得 大家不好看啊 這個是題外話 我順便講一下 我不知道他們那個品 他們是 品控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我這邊接過幾台生理人 都是新車 但是他也不是做什麼很大的項目 他也不是什麼KMO幹嘛 放我這邊洗車 還是不知道 打蠟 但是我都確定 因為他們那個車來 那個狀況就 不像是新車 你懂嗎 連續兩台生理人來 他的內輪 反正就是內輪圈 就裡面那一圈 他們都跟我說 他們是剛簽到車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送到這邊 兩台生理人 我那個刷子拿進去刷 裡面兩隻刷 我刷的進去 我那隻刷就爆了 裡面整圈都是油 我不曉得為什麼 裡面整圈都有 而且已經不是 這不是個案 我遇過兩次三次都是這樣 新車來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內輪圈裡面 整個都是油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反正 我是覺得 這個台車的品控 還是說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個環節裡面 有問題 我講真的 如果有類似 有遇過 反正他這台車 不想講得太直接 如果有遇到類似問題的 不管是氣美包膜的 有沒有 幫忙下面留言一下